讲了假的套 哈 一眼前一亮 显得而易见的 今天是一期快递的开箱 我已经很久没有拍出快递开箱了 这期增弃 但是朋友们 咱们先说好 这期视频 我可能会显得些许过躁 还带了点癫狂 为什么呢 你擦什么嘴 因为我已经在这个家 待了很久很久 Long Long Time Long Long Time 很久没有出过小区了 我就这个视频 释放一下子 我求求大家 不要说我 还有 今儿我过生日 我就是cream 小猫咪 干什么小猫咪 这啥呀 大白鹅 好大一只鹅朋友们看 这鹅能有一米三 然后是三十五这一只 二十不挺合适 回去 朵拉的盲盒 有人说我像朵拉 我像朋友们 这是我买的自制盲盒 这应该是小朋友自己画的盲盒 这边还有小铺子 里面好像还挺多东西 这应该是小朋友自己拿那种超青黏土做的 还蛮可爱的 这能感觉出来是拿中性笔画的腮红 这个是啥呀 那椅子 我们看见 画我这个小马 哎呀哎呀 小马没了 哎呀 哦 这个是我买的那个穿戴机啊 欧美发的 啊 我一直都很想欧美一把 画一画那种清欧美妆 对 我今天特意沾了那个假睫毛 我今天的妆画的是不是非常漂亮 咱们弹幕走一波非常漂亮好吗 鼓励鼓励我 看我今天这个妆容是不是非常有进步啊 看这个眼睛 铺沙铺沙的非常大 像那个铺了鸽子一样 看我这个审美 是不是很欧美 这那样 好看的朋友们 我买这个好像花了五十多呢 这样买但是它有点不太好方便咱们做一些 鼻部护理 这次我买的一个那个垃圾袋 垃圾袋上水泥 把它当成垃圾处理掉 我现在也就是想到往上一句话 我现在就想说 新冠你死 我装这里 丢掉 这玩意真的是烦死了 到生日我还没有许愿 我要许愿 希望疫情快快退散 希望大家健健康康 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祝大家都生活美满 还有希望大家点赞散烈一下 这不是我买的 棒棒糖 一直会唱歌会讲故事的棒棒糖 这不是我买的 子冰是叶子买的 成天进到家里花 那个没有用的钱 它肯定是闪光的那种 一边闪光一边唱 这么牛吗这个 这种开关 哎 开始了 哦 它震动了朋友们 能听清吗 它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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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发光了朋友们 发光朋友们 没发 家人们这不是那只伤税吗 就我现在我不用放嘴里 为了能听着唱歌啊 大家听到了吗 这个震动 别咱说 这次单纯不会那个发光啊 往嘴里放了 不会发光 曾经买那个没有用的 往家买啊 那也是我买的点活 家人们是不是十分跳了 可后头看的那么像斗角呢 上 怎么样朋友们 有没有那么点灰神的感觉 我怎么像个灯似的呢 小孩 我好看吗 这个是我买的 头套 就是每当我想做点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戴上它 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 单身狗版本 有点对样的 好了我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带来一点 春雨小视频 Let's go 这也是个盲盒 哦 这个是我买的那种就是 搞怪的王者荣耀盲盲盒 这后面看得这么像韩信呢 朋友们 这个是韩信吗 这个是韩信吗 这个一看就知道 貂蝉 在欣赏 切身的武姿吗 我现在都打上对抗路了 我都玩上中午宴 我中午宴现在玩的嘎嘎很 我现在都列上凯了 我看人家拆那个王者荣盲盲 拆成那个小乔长的 颇为丑观 当时就是小乔说的本命英雄嘛 我就立刻我就安排了两个盲盲 这个是我买的搓草筋 妈呀这哪是搓草筋啊 鼠标第二 这哪是搓草筋啊 但是还确实是有点香 我记着大家要让我推荐 好用的搓草筋 朋友们 好用的搓草筋 你一定要认准这个样子 就这个小黄鸭子 它是全世界最好用的搓草筋 从小我妈到大 就拿这个搓的 搓得我嘎嘎疼 搓得我那叫一个干净 干净又卫生 天啊这什么 这地毯还是坏啊这是 叶子买的吧 这又买的什么呀 什么呀 但是它还挺有3D效果 这买的啥呀这是 小猫咪你喜欢吗小猫咪 一天今往家买那个没有用的东西 咱买点有用的漂亮的 美丽的东西不行吗 就是比如我 美丽的东西 很也不是对 不是东西 很也不太对 流水聚柴 聚柴的懂不懂 这是聚柴的 它好漂亮啊 我真是太需要聚柴了 太需要柴了 我一直呢 都想动一动鼻子 因为我也知道我的鼻子不是很漂亮 包括就是 也有很多朋友给给我建议嘛 我跟我妈表达过这个语言 我说我要不要去调整一下这个鼻子啊 我妈说 不行啊 这个鼻子它跟财有关 财运呢 我这个跟财有关 那我这不可能轻易动了 对不对 真的 秋秋了 有些朋友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我的话 你不要再点开私信 说我长得不漂亮了 你可以骂我别的 但是我秋秋了 不要骂一个女孩子 她长得不漂亮好吗 这个对人的伤害真的很大 您的小小的一句话 会让我半夜睡不着觉 真的朋友 咱们都相互夸上两三句好吗 我也漂亮 你也漂亮 保全 哎呀 再一个是我买的 哈 美丽少女在向您招手 等待着您去追求 教会您44种方法 发挥您所具有的魅力去征服 怎样征服美丽少女 哈 你的爱会是长相平常的女孩 增添美色 后面 我跟你们讲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长相平常的女生 我们都是美女好吗 女孩子总是幻想英俊少年的降临 说到这种最近下来 我最近很痴迷一个男主播啊 我今天去看一个男主播 就是我曾经一度想消费给她刷点礼物 呃 但是叶子制止了我 她觉得就是说 没有必要开展这一段姻缘 后来我想了想自己兜里的妈咪 这份爱 倒也不必开展 我还很喜欢看女主播 就是 特别有感染力的 我真的很喜欢 我真的很喜欢看美女 很漂亮 很漂亮 而且 我刷钱 啊 这个 是我撩美神器 我这种恋爱技巧 一定及时分享给大家 你们快拿起你们的小笔记记一记哦 这是一个二维码的文身贴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啊哈 我贴到手外这个地方 一个漂亮的二维码 扫描 哈 i love you 我有出门 上街大厦 碰见我的爱情 我上了这句 哈喽美女 扫下看看我的心 怎么立刻就被我拿捏拿下了嘛 啊头们 有你嘛 弹幕不会一直说 有死我了真有你的 不会吧 我看见你买的那个旺仔 大logo精神红色衣服呢 小警示 到时候在摇个画手 啥的 一天可真有节目 拆到再说 话说有人想看吗 有吗 那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我想给大家教一下实景 其实我家里蛮衬的 这个家庭条件是属于 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 我很少有跟大家表现出来 我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教个底 我买了一套汤城衣品 而且我还是25岁 全款买下的 哦不对 我今天才百度完 96年 已经27岁续岁了 闭嘴 看我的汤城衣品 噔 27岁 全款拿下了一套 汤城衣品 这张子的实力 目前还是有的 刚刚有多少人被我骗到了 不愧只有我觉得 你们会被我骗到 但其实你们会觉得 我以为你们会被我骗到 但是你们其实没有被我骗到 啊 我家啊 它就叫汤城衣品 没毛病吧 666 哦这个是买的一些小发卡 肉串 照烧脆骨串 海带结 这个海带结像个绿色的蝴蝶结一样 这个排骨它厂的有点空虚 它是不是忘记用老抽上色了 我突然想吃点排骨了 我搞点左旋排骨 我给自己瘦死 我冒命的问一下 看我这个开箱视频的 咱们有男孩子吗 还是都是女孩子 女孩子发个弹幕一 男孩子发个弹幕二 好吗 哦这个朋友们 这个我觉得 是一个就是恋爱神器 真的跟大家说就是 搞对象这一块 他恋爱这一块 大家都要跟我学一学 有没有人知道 这是什么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遍 假如你在街上 看到一个帅哥 看到一个美女 咱们直接上去 就像这样 这不直接就给对方 狠狠地诱惑住了 把握住了吗 他的初吻之间 我这不就到手了吗 这是不是甜美的恋爱小技巧 你跟你女朋友在世的时候 她不高兴了 你哄她开心 咱们可以 早上 你可以起床之后 给她深情的来一下 这不妥妥的恋爱小技巧吗 我这不就是恋爱大手子吗 那首歌怎么唱来着 再来也未装起来 太好听了吧 真的朋友们 她就是一个恋爱神器 大目给我打一波 学到了 我真是 我最后我猜都是快递了 朋友们 咱们说真的有人想看吗 我就是之前百万粉丝 就是有时候问大家想看什么的时候 大家就是有很多朋友提名了这个 精神小妹返场 因为我有一个包拐视频 是这一条 但是呢 有很多朋友就是发私信说觉得 不希望我拍这样的视频 就是我就有点就是 左右有点雷难 我想看看就是大家到底要不要看 八爷有没有这个味儿啊 有没有那个味儿啊朋友们 有没有就是 吃叉凤鱼珍 什么玩意怎么唱来着 就是再争取一波 咱们要是想看的 发大目一不想看的 就发大目二 咱们看哪个多 咱们看见 再来